哈囉大家好我是張曉柏又見面了 歡迎來到激進博新聞這一次是2.0的版本 那2.0跟1.0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說以前三折現在變成一折 那個但是我們這個減量 但是我們不減值好不好 我們還是維持一貫的這個政治性的評論 然後來跟大家來聊聊 這週有什麼這個重要的新聞 然後你一定要知道的新聞 那進入我們的博新聞之前呢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按讚訂閱 然後看完之後記得要幫我們分享 好那準備開始今天的內容 首先呢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這個11月6號跟11月7號連續兩天呢 發生了同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就是馬錫會5週年研討會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馬英九跟習近平然後見面5週年 到底為什麼要幫兩個辦研討會 也是在斷亂的哀哼 那不管喔 就是說11月6號這天是國台辦 舉辦馬錫會5週年研討會 既然它是研討會呢 一定是一個又戳又長的研討會 乾脆幫大家做一個一句話重點摘要啦 就是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他就說這個繞開九二共識是不行的 只有認同九二共識 兩岸之間的對話呢 就不存在任何的障礙 那簡單講就是老調重彈 就是他們哪天如果不提九二共識的人 那我才覺得那應該是會上頭版的新聞 那在這個國台辦11月6號辦完研討會之後 隔天就換台灣這邊是馬英九辦公室來主辦 那馬英九他其實非常的聰明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說 在之前習近平講出 這個九二共識就是為了要達到一國兩制之後呢 九二共識這一招已經對台灣人民來講 非常非常的反感了 所以馬英九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把它拆開來 他說呢這個九二共識是和平對話的基礎 一國兩制是陸方這邊之後 這個和平統一的安排 所以這是兩碼之勢不能混為一盤 他試圖來幫九二共識來做這個開脫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馬英九就說啦 他說啊如果說蔡總統呢 沒有辦法來為兩岸目前的僵局 找到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法的話 那不妨可以嘗試看看 回到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 不是那個原汁 是回到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 那他就提到說 那這個建議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促成所謂的蔡集會 那場景回到五年前的這個馬錫會 當時馬英九宣稱說 在一個對等尊嚴的情況之下 他去跟對岸的這個領導人習近平 講了所謂的這個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但實際上呢他到那邊之後 他只有講這個一中 並沒有講各表 等於就是正前下跪 那正前下跪又很沒面子嘛 回來之後怎麼樣呢 回來之後只好大內宣 回來之後就說他有講這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但不管是一中 還是一中各表 還是九二共識 其實他都是在怎麼樣 他都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兩邊在主張說 我們都叫做中國 其實從這件事情上面來看的話 他就跟台灣人一點關係就沒有了 因為台灣人根本沒有必要 跟著馬英九去附和 去探賀馬英九說 我也是中國人 所以從頭到尾呢 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 對台灣人來講 不僅沒有好處 而且後患無窮 怎麼說他互換無窮呢 是因為在五年前 辦了這場馬習會之後 他只成就了誰 他只成就了馬英九 個人的這個歷史上的定位 以及成就了中國國民黨 確立他就成為 所謂的中共買辦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但是呢 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講 第一生意沒有變好 第二國際地位更加走不出去 第三 中國的所有文攻武嚇 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反而更加的 把台灣往中共的方向去推 那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或一中同表 對我們來講 一點意義都沒有 反而增加了非常多 不必要的風險 那我覺得 馬英九現在其實就很像 一個所謂的 失憶政客 然後到處的不斷拿一些 舊的議題刷存在感 然後不斷的想要告訴台灣人 他是當年推動馬習會的 這個和平的推手 實際上就是一個 賣台的前總統而已 從馬前總統 變成馬前卒 真的是非常的可悲 又可笑 那後來過了幾天之後呢 面對馬習會 其實就是所謂的舔共會 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馬英九竟然說什麼 他說 馬習會開了 你看我舔過他一下沒有 我們不想知道 你不要告訴我 我們也沒有人想知道 OK好 重點不是馬英九 有沒有舔過習近平 重點是 台灣到底有沒有需要 這樣子的雙方領導人的會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目前在武漢肺炎 以及美中貿易戰 雙重夾擊之下呢 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是政權 不管是經濟 還是政治上 其實都 所以他積極的想要尋求 各式各樣可以突破兩岸僵局的方法 簡單講就是 是他們要來求我們跟他們談話 而不是我們需要跟他們談話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前提的話 怎麼又會是台灣人 必須要去委屈求全 低聲下跪 卑躬屈膝的說 拜託來個蔡席會呢 對現階段的台灣來講 蔡英文總統首先需要考量到 領導人會面的對象 只有美、日、歐、澳洲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 跟我們一樣是 民主連線的國家的領導人 但絕對不會有跟習近平見面的選項 那這一點呢 也要特別來提醒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那今天的經濟國新聞2.0 升級強化全面改良版 就到這邊 那這週沒有笑話 因為我們連笑話都省起來了 那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分享 掰掰下次見